日本宇纳国中文班的同学24号来到花莲市公所进行交流 同学们用中文向大家问好 也欢迎花莲相亲能够到宇纳国旅游 市长卫家医院自证纪念品和小礼物给同学们 并表示会加强两室的文化交流 未来也会持续透过观光旅游拉近两地距离 后疫情时代国际城市逐渐恢复往来 花莲市的友好城市日本宇纳国艇 中文班同学24号首先来到花莲市公所进行交流 同学们用中文向大家问好 也欢迎花莲相亲能够到宇纳国旅游 我们一年半的时间 就是透过一年半的时间有学习中文 就是我们在地的宋神宇纳国岛 但是因为疫情我们没有办法过来玩 所以我们这一次趁稍微结婚的机会 我们来到这里让他们多多接触到台湾文化 花莲文化 然后我们实际上的现场教学中文 民间单位的部分 因为我们很多长辈们 之前有参加过这个花莲 跟云纳国姐妹都市的一些交流活动 但是这几年了 十几年都就是逐渐当一点了 我们地底交流馆这个局长的任务 就是如何推动这个 有对台湾有兴趣的人 连接到实际上的这个世界里面 对所以我们要支持这个有对中文有兴趣的人 就是实际上这样子 市长温家燕也制证了纪念品和小礼物给同学们 并表示会加强两室的文化交流 未来也会持续透过观光旅游来拉近两地的距离 今天就是我们云纳国的一些交流团 我们民间的交流团 那其实真的很开心 那看看带了孩子们 然后也带来快乐 那也希望在疫情 后疫情时代后 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够带孩子们 去云纳国这边做交流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两个姐妹 两弟的姐妹 能够越频繁的交流 也希望不断 不管是语言或是文化 或是各种我们能够去学习的 或是也能够让我们前面是能够了解的 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来推广 那也希望说未来的友谊后 能够长长久久 除了云纳国庭的中文班学生 用中文向大家问好 花莲四维高中日语班的同学 也上台用日语向国际友人问候 透过语言交流 促进两地人民的情谊 未来也希望有更密集的往来 让彼此的国际视野更加广阔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